嗨 大家好 我是Edan 这边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一台就是 5月13号刚刚发布的MacBook X Pro 2024版本 然后这一台我是在5月21号拿到的 当然这一个是我自己预购的 先来说一下我为什么会预购这一台 如果有留意华为发布会的人 大概都会知道这一台已经要五位数了 老实说在发布会的时候 我看到这一台的价钱 我也是觉得有一点夸张 因为它已经要五位数了 因为一台笔电如果不是非常高阶的硬体配备 要到五位数的时候 其实对我来说是有点贵的 可是后来为什么我还是冲了 这个新号的原因就是 在发布会公布完价钱之后 我就看到他有说 如果你预购的就会拿到几样真评 第一个就是我手上这一台 华为MacPad 11 PaperMac的平板 而且这一台它送的时候 它是包含平板、保护壳、触控笔 还有键盘 所以是整套的 当然只要你有买它的笔电 还有送一个蓝牙的滑鼠 而且我有问过了 这个好像是第二代 这个原本的官方售价好像是199 不过现在你去修别拉造大 售价大概是90多 另外还有送一个就是 你买它门的笔电都会送的电脑包 其实这个电脑包 设计跟材质其实还不错 这个感觉是防泼水的 然后它上面还有几个小挂件 这个可以让你挂卡片 然后这个可能可以让你放耳机 然后里面就可以放笔电 另外一个就是电竞滑鼠电 这个是一个便携式电脑支架 比我去年参加华为发布会 拿到的那个质感更好一点 然后它就是这样子摊开 后面它就会有这个支撑的东西 而且它是有弹簧的 你就可以直接这样摊开 调整好你要的角度 比方说这样子 它就能让你在桌上 有一个角度可以让你比较好打字 或者是追剧 重点就是它超好收纳 就这样子收起来 而且它还有一个收纳袋 以上就是它这一次送的赠品 还有另外一个是后来最佳的 就是Nova 10 SE 我印象中它的价值大概是落在 市售价是1299 当然现在已经没有库存了 所以感觉这个也是他们在清库存 后来我一拿到那一个手机 我就转卖了 所以我大概只是转卖了一个五六百块 就帮忙回血一下 其实说到价钱的话 10999刚开始我真的是觉得很贵 可是后来想一下 如果扣除了那几样 它送的赠品之后 其实这一台的价钱 大概是落在八千多块 然后只要看到蓝色的 它就是最高贵的 Intel Ultra 9 2TB的储存空间 跟32G的记忆体 另外一款米白色的 它是Ultra 7 然后1TB的储存空间 跟16GB的记忆体 这边就说一下 为什么我会直接充这个 因为这一台 它是没有拓展的可能性的 因为它要做到很轻薄 所以它是没有办法 让你自己拆开来 然后加记忆体 或者是加储存空间 因为我本身就像你们看到的 我会剪辑影片 然后我本身也会拿来玩游戏 说到玩游戏 可能很多人很惊讶 这一台轻薄笔电可以玩游戏 其实我大概有测了一下 真的是可以 当然它的画质 没有办法像游戏笔电那么高 它的画质可能只可以开到1080P 渲染大概只可以在中或者是低 才可以比较流畅 但以轻薄笔电来说的话 它已经算是不错 重点是它就很轻 就是那种两只手指 就可以把它拿起来的那种 当时我在发布会看到这一台 我也有用手拿起来测试 那个重量真的是很轻 你们也可以看一下 这个照片是官方拍的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MacBook X Pro 2024的外观设计 这一款的设计的手感 其实满特别的 它摸起来不像是一般MacBook的 是那种很金属感 它反而摸起来是有一点塑料感 但是它却又不是塑料 它的材质是 航空级铭合金机身 所以它的重量才可以那么轻 然后正面这边就可以看到的是logo 之前我也有买过华为的笔电 这一片是Intel 8 那个时候的logo是花瓣的logo 现在都统一换成是英文字母的华为 背面看起来就比较 跟一般笔电有点不太一样 它就不会有一排的散风孔 这边都可以看到会有散风孔 然后侧边这边可以看到是一个摄像头开关键 这样子以防你的摄像头被盗用 因为这一台的摄像头是有人脸辨识功能 然后这一边的是USB-C 然后另外一边就是两个Tunderbolt 4 其实这三个Type-C接口都是能进行供电 这一台MacBook X Pro是可以支援单手打开的 它是不会翘起来的那一种 好它刚刚也可以看到它是支援脸不辨识 先来说一下键盘的部分 它的键盘的手感就有点类似我之前用的MacBook 14 Pro 整体来说还不错 然后键盘也会有背光的部分 我先把荧幕亮度调低 它的键盘背光是有三种模式 一个是没有亮度 第一个是微亮 第三个是高亮 从我的正视视角来说 我觉得微亮跟高亮的那个亮度 其实差别并没有到很大 但已经足够让你在夜间使用 好接下来让你们听一下它键盘敲击的声音 我个人是觉得它键盘敲击的声音 跟一般市面上14寸的笔电敲击的那个声音 跟手感都是类似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触控面板的部分 像这一台X Pro的触控面板都是全局可以按压的 它不是像一般笔电子下面两个部分能按压 所以它使用起来感觉很像MacBook 因为目前我还没有接触过其他的AI笔电 接下来要讲的触控板的功能 是不是只要是AI笔电都有 但以目前来说 这一台X Pro上面有的一个以前我没有使用过的功能就是 你在触控板的左边上下滑动的时候 能调整萤幕亮度 然后右边是调整音量 还有一个就是比方说我现在打开YouTube影片 我在上方直接滑动 它就能直接拖拽进度条 就不用像之前这样子是按方向键去调整 这个触控面板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你用双子往内部滑 这样子就会跳出通知中心 就可以看到一些通知消息 就有一点类似你手机往下滑的通知栏的那个功能 这个是我的MacBook 14 Pro 这个是我的MacBook X Pro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它们的厚度的差别 从这边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华为MacBook X Pro的厚度大概是少了快 我个人目测啦 大概是少了20%左右 好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两台的音效的差别 以MacBook Pro来跟MacBook X Pro来比较音效的话 其实MacBook Pro会有一定优势 因为它的机身的厚度够厚 我个人的想法啦 所以接下来你们可以听看看它声音上的差别 我两台的音效都会开到最大 所以我们先来听一下华为MacBook X Pro的音效效果 刚刚我们就测试完两部的外方效果 坦白说啦 Apple MacBook Pro的外放音效还是会比较有层次感 机身厚度多少会有影响 毕竟华为MacBook X Pro的厚度没有那么厚 现在华为自己本身有一个华为Sound在调教它们自己笔电的声音 没有记错吧 包括一些平板 现在它们也是用自己华为Sound来做调教 好接下来我来测试一下两台萤幕的播放效果 我都已经把两台的萤幕开到了100%的亮度 从目前我肉眼看起来颜色亮度比较亮的会是华为的MacBook X Pro MacBook Pro的亮度会稍微暗一点 华为的MacBook X Pro的萤幕会比较偏蓝 苹果的MacBook Pro我肉眼看起来是偏绿 好接下来看一下它们的播放效果 好这边看起来其实两台的萤幕品质都差不多 只是可能就是萤幕颜色调教的部分会有一点点的偏差 以我个人使用的感觉来说观感上都是不错的 萤幕的部分当然还要提的一点就是 这一台是触控萤幕 它触控萤幕的顺畅度也是很流畅的那种 不会说滑起来卡卡的 当然因为这个萤幕是120Hz的萤幕 所以你在滑动的时候是 跟一般平板滑动起来的感觉是一样的 有看过我频道的人 有些人就会知道 我之前用的笔电就是MacBook Pro 14吋 M1 Pro 2021年版本 我当天拿到这一台的照片 放在华为出去站的时候 就有人来喷我 你从那一台换过来这一台就是降级 然后这一台的渲染速度 或者是导出影片的速度就会很慢 其实在我去决定要下单这一台的时候 我就去了我家附近的一间华为销售店 然后我跟他们的店员之前 其实也是买过东西的 然后我当天就在那边大概测了四个小时 包括剪辑影片然后玩游戏 基本上测试完之后 它真的是符合我的预期的效果 第一点我先来说一下 为什么会换回Windows笔电 因为我本身不是那种专业型影像影片创作者 用非常专业的剪辑软题 像达芬奇那一种 我用的是全名剪辑软题剪映Pro 因为我之前在用MacBook Pro的时候 我也是用剪映Pro 可是我发觉到一个问题 可能是剪映Pro针对M1的芯片没有优化好处 比方说我放了多魁的4K影片 再加特效再加文字 它在预览的时候就开始会卡 然后像这一台 包括我之前也测过Intel 12的 它的4K影片可以跌到10魁左右 都还可以顺畅预览 是没有转代理哦 如果是转代理的话 M1 Pro大概也是可以在10魁 但是如果没有转代理的状况下 M1 Pro芯片的MacBook Pro 14 只能大概6魁 它开始就卡顿 只可以说剪映Pro 在Windows笔天上面的优化 会比较好 所以对我来说 它就是我想转回Windows笔天的第一个原因 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 其实用了大概一年半的MacBook 我还是没有办法适应MacBook的一些操作逻辑 对我来说 我从小到大就是用Windows系统 所以我觉得Windows的操作逻辑 会比较偏向我喜欢的那种操作逻辑 然后第三个原因就是 我本身有订阅那个Xbox Game Pass 如果是用回Windows笔天 比方说我今天可能出门 我带着这一台 偶尔还可以玩一下 不是3A级的那种小游戏 都还可以顺畅游玩 那种独立小成本制作的游戏的话 基本上我测试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你要说它能玩3A吗? 其实它也可以 因为Intel这一次的ARC核线 它已经是几爆牙膏了 当然是说你要玩到2K 4K 它一定是卡 可是你降到1080 中低渲染的话 它是能正常跑到50-60fps 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轻薄 它的便携性 重点就是在有时候我出门的时候 就可能要带着笔电出去 不管是做工旅行都好 这一台的重量 即使我之后可能会去买外格 因为我怕刮伤它的外格 就可能是1500-1200克左右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它附的插座 我可以拿来充手机 我也可以拿来充平板 然后就是一个插座全部同用 当然这边也要说一下续航 其实一路来Intel的续航都是一个短板 如果这台今天用的是Intel 14的话 基本上我就不会考虑了 可是后来就是看到它用的是Ultra 9 或者是Ultra 7都好 它们已经通过了认证 笔电上面就会有一个EVO认证 只要有以上这个EVO标签 就代表它们的续航至少要9个小时以上 当然9个小时不是重度使用的那种 比如说打游戏能打9个小时 或者是你剪辑影片能剪9个小时 而是基本文书可能打字 然后或者是写程式的那种状态下面 9个小时是没有问题 当然我个人现在大概测了一下 如果我玩3A游戏的话 可能真的就一个小时就干掉了 然后如果剪辑影片的话 上个影片大概13分钟 我就编辑一下它的字幕 然后字幕我大概编辑了快20几分钟 它掉电就大概掉了15%左右 导出的部分接近14分钟的影片 它导出大概花了18分钟左右 因为我有测了同样的影片 同样的字幕处理 我用我之前那台MacBook Pro来处理的话 是用了15分钟到16分钟左右 另外说这两分钟我不介意啦 重点就是它的轻薄是我主要的考量 而且就是游戏的部分 偶尔可以拿来当成消遣 还有最重要的还是那个操作逻辑 然后说一下这个版本 跟中国的版本其实有什么差别 第一个主要的差别就是在它主打的AI功能 马来西亚的版本的AS 是用Microsoft Co-Pilot 来做它的AI主打功能 很多人说为什么从中国的版本 一到马来西亚之后 阉割掉那么多 第一个原因其实就是 他们很多功能的伺服器是在中国的 当他们进入到国际版本的时候 就可能国情的关系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跨伺服器 跨去中国那边 让你有全力去使用它们的功能 所以一些很好用的功能 我们这边其实都用不到 比方说还有语音批注的那一个功能 我们也是用不到 这些不是说品牌厂商 他们不想下放功能到国际版 而是因为伺服器的问题 还有国情的问题 造成他们没有办法把这些功能 就是外放给国际版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买这一台全功能的 可能你就要去中国买 而且你买了之后 可能你到时候还要用VPN 你才能用它们的服务 所以针对这一台华为MacBook X Pro的 简单开箱跟上手体验的心得 就到这一边 之后我会再做一个 比较稍微详细一点的 比方说剪辑游戏这方面的测试影片 当然你们也可以去华为的Community那边看 会把它变成文字版 放在华为的Community那边 你们也可以在影片下面的留言 栏问我有关这一台MacBook X Pro 2024版的问题 好 就到这边 拜拜 phase五千米的开箱 我要把天分开 之后就会变成文字录像 然后再变成文字幕 我还能帮着 为什么